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些關於剃鬍 或者之後的護理小提示 我身邊的男性朋友其實都問過他們 其實很多都很懶的 可能剃鬍都隨便用一些不知名的鬍刨 或者有時用洗臉膏或是用肥皂來代替剃鬍也行 還有人們很喜歡液體 問我可以不可以 這段影片就可以解納大家的問題 我自己習慣洗澡後才會剃鬍 因為洗澡後你的皮膚或鬍也會比較軟 比較濕潤 對於太陽素膠的敏感或紅色刮傷的機會也會減少 這次我就推介這個 Shake Hydro Set for Sensitive Skin Shave Gel 其實它擠出來的時候 是一個藍色的Gel 其實擠一點就夠了 然後你一塗上面的打圈 它已經變成泡 它是比較薄的 比較幼細一點的泡 很貼面 在臉上可能等5-10秒左右 其實你會感覺到少少涼的感覺 你覺得皮膚好像軟化了 而且皮膚也是軟化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剃鬍刀去剃 其實我自己比較喜歡Gel多於Foom 因為我覺得Gel比較容易控制 因為Foom 我覺得一支出來是一個泡沫 然後我覺得不太貼面 而且我覺得軟化的效果沒有Gel那麼好 而且它最好是因為這個有盧繪的成分 所以一看完酥就會紅了 那就可以試用這個 其實你看完酥之後 其實你的刀片都會刮到你 所以用After Shape是很重要的 令到你皮膚就修護了 這樣就不會再有紅種的情況出現 這個就是REN 這個牌子就是英國的牌子 它出了很多東西都是比較天然的 無添加的一個產品 我覺得塗上很舒服的 它就沒有什麼味道 不是說好像有古龍水味 不是那些的 像是普通Lotion味 這樣 我看完之後就會塗這些 即是旁邊這些位置 塗一些薄薄的 可能折一冬 就已經可以塗到一塊半棉 因為只是塗這些位置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我就在下面的Description 我都會說回我在哪裏買的 對啦 其實有朋友都問我 其實液體好不好 其實我就不建議的 液體可能好像覺得乾淨一點 但是很容易會有無法倒生的問題 那你倒生你就可能會種一塊東西 可能就是 你就像生鎮瘡一樣 嚴重一點就會做手術 所以我非常之不建議你是液體 希望今集就幫到大家可以解決到一些 可能冬天或者你的敏感性皮膚 有剃鬚有紅腫熱痛的問題 那下集就會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些我的生活小提示 那今集就到這裏 記得有空看看我其他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我 OK 好啦 下集再見 拜拜